又有六個人坐在一起打個set and go 這六個今次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贏一張 一個資格去參加這個WSOP China 這個比賽其實是WSOP 我想很多Poker界的朋友都知道 所謂叫World Series of Poker 一直在拉斯維加斯打的 每年就有暑假打一個多兩個月 我想近幾年都有擴展到不同的州 最常見的就是在歐洲 WSOP Europe 都去過好幾個不同的地方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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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我們叫我們派派Winder 看到Action合理就擠下去 不是可以看的 在這個位置是Blind vs.Blind Timothy就用King10去Race到500 阿忠Defend Queenstay Off也挺正常的 Defend Queenstay Off我覺得很正常 但反而我覺得沒那麼正常的事情 阿忠幾乎是Snap Call 基本上阿忠在這麼深入的情況下 因為其實他正在4萬個 200個Big Blinds 所以他可能打算Defend 100% 但反而真的快了一點 不過這張桌子的人都算是打得比較快 沒錯沒錯 可能大家都是熟手 都知道是這樣的打牌 所以不需要太多演技 不需要太多Hollywood 那Tim Flop Flop出來中了10 就打了一槍 那Turn是什麼 Turn了3 就檢查給阿忠 阿忠打 阿忠其實是 我想一半一半都想拿些價值 4是第三派來的 就是第三派來的 有機會是ahead 如果隨之以外都可以 鎖死了River的行動 那就可以should down 結果River真的 如果中所要should down River你呢 阿煙還有三隻熊心 兩個都難打 是有點難打的 阿忠如果想的 他在兩個人裡面 是自有花多一點 因為他是被動的那個 他preflop和每個flop都是call一掌 如果誰會有多些flush draw 絕對是他 尤其是紅心煙 大家都沒有可能是 煙X的花多 在flop上 那 怎麼算都是阿忠擁有的combo Range advantage 是啊 他想buff的人可以buff 但是可能都會覺得 有隻10有隻煙 可能都未必可以 那波也很小 因為是第一個blind level 阿忠也是跟著他自己的turn 計劃 現在的blind level 繼續都是一百二百 那 Action到Jimmy那裡了 那 Jimmy說自己的 阿Tim又Fold了 原來是Fold了 咦 竟然阿英傑七七 什麼都不用遷就 他都冷笑 七七沒有Action 這些英文就叫Walk 他要喝咖啡 我記得他要喝咖啡 他要喝咖啡 他要喝咖啡 然後喝咖啡 對 對 剛才我們說一下Johnny Johnny的High Roller 其實故事很有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略有所問 因為不是因為他本人 沒錯沒錯 他的父親 父親 父親是一個High Roller 即是很大的打得 玩不同的東西都玩得很大 所以他就 有這樣的花名 就是 符音 英文我們叫High Roller 中文可能很多時候 好黑啊 好 Timothy有些牌 今次到處拿著 88 Face 500 2.5X 中文在 想都沒有想 A3 suited 就馬上Defend 這個Handhawk 其實可以考慮3-back 不過在200的Big Blind Deep 基本上任何 你怎樣打都可以 3-back又可以 High Roller 當然Queen Jack 都覺得挺漂亮 繼續Defend Vlob出來 三隻小小 Timothy Pair 8來說 算是很難得的 一個好Vlob 居然是Over Pair 其實呢 我們剛剛 今天在錄音的時間 剛剛 之前做了一些分析 就算是拿著 在Vlob 有Over Card的機會 超過一半 那你何況八百呢 對 所以很難得的 坦白說 在這一個位置 就 簽會C-back 中決定Call 其實他都 OK 他有Ace High 可能是Best Hand 他都有一些Back Door 有Back Door Nut Flush Draw 也有一點的Back Door Strike Draw 不過Strike Draw 就不一般的 回合來了一隻 五的街磚 就令到 他有個Gut Shot Temothy 其實可以 Go Either Way 繼續打 又可以 因為其實他Pick Up了很多Equity Pick Up了Open Ender 其實選擇Go For Check 也都OK 不過如果再打的時候 就好像拿不到什麼Value 回來了 即是對手沒有什麼牌 他打到你 有點困難 因為其實拿一隻七能不能打到一口 不是很... 而且他都可能會覺得阿忠會打 結果 也真的有打 其實阿忠也打了 其實阿忠也打了 去到一回合 一隻職基本上是一個blank 因為沒有什麼 很難說無緣無故 沒有什麼的Draw 可以Complete到 好 嘗嘗 嘗嘗 好 嘗嘗 好 好 好 去學遊戲的話 你可以很短時間 上到一個不錯的Level 他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沒有什麼心存僥倖 很多打Boker的人 到現在這一刻都是... 我看了很多打了很多年 都覺得 有些鬥好運的成分 坦白說 我們都覺得打得不錯的人 居然有這樣的想法 他就偏向沒有的 雖然有時候始終都走不掉 走不掉會有這樣的念頭 但是他多數都是用一個比較analytic的方法 比較分析 更分析的方法去看這個牌 Jimmy拿Ace King off Open 又Full 一開始的Action都比較慢一點 第一個Level Anti都沒有 第二個Level才開始 有的 所以 Action都比較慢一點 其實 很多人打開Cash Game的話 就像打Tournament C&G都是一種Tournament 有時候會很不習慣 因為打一打一下 會有Anti 很多時候adjust不到 其實 不如我們都說說 有Anti和沒有Anti的分別 好 平時沒有Anti的Game 大家都是想攻擊 小狀狀和大狀狀 正所謂偷一些狀狀 有Anti 就更加有優勢 去偷那個Port 因為外面多了錢 對 例如我舉個例子 最常見的 100-200 這個Level 如果有Anti 通常會有25Anti 而在六人桌的桌子 6個25加上150 所以如果你一偷 平時只會偷 1-200加上300 但一個Anti 就會偷到150 即是450 即是多了一整 即是偷了兩個多 大狀狀 對 偷了兩個多 大狀狀 比起沒有Anti 是偷多了50% 而中 繼續活躍 是吧 在這裏 就是中 在Hijack 在這個位置 Johnny在Button 決定 召喚這個8-6 Suit 是不是這個 我覺得是 可能大家會覺得 有點鬆 不過 其實也是 200個Big Blind 什麼都可以 真的 怎樣打都可以 不過是 Post VLOG 開了VLOG之後 不能夠太容易 Give up 剛剛這個VLOG 我覺得其實有點輕易 Give up 六八 煙二四 一隻葵線 嗯 其實真的 我講出來 可能大家也會說笑 但是 其實真的有Back Door Flush 和Back Door Flush 六和八都可能是好的 可能 反而就是 一方面是Deep 另一方面 Deep的不好處就是 你Commit了之後 又可能要Call多一獎 可能就會 因為跟Cash Jam 有點不同 就是 是一個Zero Sum Game 他不想把 會整大一個對手 整大一個Post 有什麼想法 OK 因為 如果是正常Cash Game 的話 可以再 整大一個都不要緊 可以再買一點 但是 如果你少了Trips 對手會多了 可能是 此消彼獎 此消彼獎 沒錯 多謝你 就是此消彼獎 所以有些位 雖然他Defend 真的Flop得很不漂亮 不要緊 Give up 就下一次 In2-4 或者應該說In High 的Flop 通常都是很兩極化的 很視乎對手怎樣打 那 這張桌 六個人都是 真是 很Seasoned 很有經驗的 Player 就不會 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 欺負到他們 但其實外面很多打 在澳門 或者很多亞洲區的比賽 尤其有些小一點的Buy-in 小一點買入的比賽 你很多時候會看到 可能看著In High 很多人會打得很 所以很predictable 沒錯 有些人可能見到In 就很不開心 就扯在臉上 抓著傾傾 很不開心 就check 但其實中的In 其實又不是那麼容易 對 另外一種不好的傾向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 Vlog是否有Seabed 就是 你不要這樣說一下 我是Initial Racer 那當然是打一掌 但接著 咦他打我 他一定有In 我都是check check到尾 而不去考慮 可能可以繼續施加壓力 那些 這六個人都沒有那麼容易欺負 但是Aside確實是好 很兩極化的 這個setup很有趣 3-3對著A星和Queen Jack 個個都有Live Card 有個Free Back 是Timothy Free Back 3-3其實很開心 1-2-2-5真的不會打到Vlog 對 所以 3-3基本上都會期待 想看回合 但其實 3-3的Timothy 應該是沒有打到的了 3-3亦都check behind 鷹傑老實說 那個spot 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連backdoor first draw也沒有 也沒有backdoor straight draw Queen High 那些check behind也不是一件很壞的事 而且其實很多時候 別人打 都可能可以考慮 做一個move 反而別人check 真的沒什麼辦法 沒什麼辦法 因為其實別人咬起了個降 Ace King也是遇到check call 好 那Ace King衝出來打 在這個spot上 這裏我覺得 我覺得flop 可能是King向Cback好一點 Ace King 因為 不過anyway 來到turn 你的10都不是最壞的turn 因為他3-back之後 阿鍾其實是cold call 硬call 3-back 所以阿鍾其實的 hand range比較窄一點 很多是pocket pair 好像他現在實際上這樣 pocket pair 以及 看看阿鍾的樣子有沒有動 River中了暗石 好像真的有pocket 不錯的pocket face 這裏 Timothy 就 3不算是最好的River 對於Timothy來說 因為 阿鍾很多可以有的pocket pair 未必會4River p8,p9 那類的hand 所以 不是十分好的bluff card 阿鍾這裏實際上 River了一個大 很大的hand River了一個fullhouse 打全plot 3200 OK的 因為其實 這些plot是call都就call 沒有什麼特別的位置 小一點就會考慮call call都就call 這個所謂的 好沒有彈性 call都就call 對呀 對手不會好看你的數目 對手反而好看的東西就是 他實際上又沒有 沒錯 他真的很柔 這個位置 Timothy都沒有想過很久 因為其實他 其實不是很多bluff 對手 對手 其實阿鍾基本上 沒有什麼draw 我反而想問一下 阿鍾在這個位置 有什麼其他的牌 會打全plot 除了 有什麼air 是很重要的 類似 如果是air 不是value hand 如果air 可能是說 因為他的busted draw 也不會打太大 約的A 比如說在vlog上有gutshot In3、In4 但是因為那球 配合了 很多時候 其實In4 其實不是air In4 就是River中了一條蛇 In3 可能是show down 算了 因為River了一條 pair 所以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 什麼InX的 In6 然後說 免得輸InKing 那些 很成功 如果是這樣的 因為他真的 Ace King 4 對呀 Timothy有 和阿鍾在這裏 阿鍾這次選擇 是 Small blind to defend Queen 9 Suited 那竟然 Check check the flop Timothy check back 這個flop有點 蠻蠻蠻的 我不太介意 check back 阿鍾現在就turned a pair Timothy 其實是 Pair和一個gutshot Doublegut Doublegutshot 所以現在就 bass少許value 阿鍾也要call 一口 turned a second pair 但是阿鍾也是 Doublegut 不同的 但是大家刺不同的牌 Timothy在刺9 和King 阿鍾刺10 你這隻狗的話 阿鍾就不在這 阿鍾就不在這 阿鍾 阿鍾也輸不了很多 沒錯 阿鍾會看到自己的牌 基本上輸大部份 想像到的 還有flush 有三個clubs 不過這裏 Timothy應該會高 Value 阿鍾手上一隻霉花 一隻blocker都沒有的情況下 make a move的機會 會令他很接近零 你看 阿鍾其實在想 可以拿到多少value 這個sport 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 因為 如果沒有一隻十 的話 我想 可能有些2 pair combo會 pay off 但也不會很多 我想Timothy 理論上 比較合理的打 2千多 當然也可以想得起 2千 我其實真的是第一次看這段片 不是事後恐明 知者 對 不如說一下 在洗牌的時候說一下 WSOP China的時間 什麼時候會開始 13號 2月13號 2月13號 在海南島三亞的阿龍灣 香格里拉酒店 那個賽事是多少 800個人會玩 對 因為有800張票 還有一些 副賽事 13號開始 打到22號 22號 如果還在打 應該很開心 因為打到final table 我也希望22號還在打 你會不會去 我會 因為我較早在他們的app 很幸運 就贏到張飛 我簽了很多牌 今天 又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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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這條King Loon 2-4-8 open 9-8 很合理的 Hiroula 當然是Defend Hiroula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們看著 King Loon的Ace Green 就覺得很笨 但是 其實Ace 9 是真的很好 打到500 500去打2千4 幾乎5-1 是一個很好的 差不多 9-5 剛才說 886 會 你遇到很多 overcard的機會 又很大 今次 flop了兩隻 你會不會害怕呢 這些位置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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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希望別人不中 現在這一隻 其實這個狗 是很 好 對 那隻狗 有好有不好 其實是好的 好就是因為 他擰心了一些 Strikt Jaws 不好的就是 其實對手很多的手 都可以增長了 我明白 如果出了那些 二三四五六 便OK 完全不害怕 但是其實出了Yin 或者King 便最差 所以那隻狗 不算一差 但這隻狗的問題是King Loon會有多點盡量 例如有隻Queen 現在看到實際上有隻Queen 那牠就會打多一口 正確就是因為牠有一個open end 所以牠好像已經被困死了 要迫著打多一口 對 沒得走 去到這裡有open end 好 牠選擇再打多一口 King Loon再打4200 其實已經很大了 去到14000多 對 說說三千獎4萬 Rivera是女兒 Timothy成功中了straight King Loon也中了top pair 但牠這個top pair應該沒有什麼value King Loon手頭上其實牠沒有任何blocker 如果說在overall的range中 大家多聊些 我想勉強牠多一點 去到 neutral 所以牠選擇了check 因為其實Timothy老實說 有很多top pair系的hands 例如Ace Jack 都會Jet Behind 我其實覺得flop有些out of line Paper 有少許out of line 少許不是很多 我覺得是很borderline 我覺得如果其中一隻是Ace 兩隻overcard 其中一隻是Ace或King 應該就要Full 但積同10 人家又不是真的中中的 不是中中的 如果Turns Up不是真的中了 問題是積受是什麼 就算人家不是真的有積或有10 有很多equity King Loot是在Under the Gun 開放的 有很多機會帶 很多都聯絡到10 所以我不是覺得很召喚到 勉強就有位 下一條街很難打下去 是呀 真的有些勉強 所以剛才我說的狗是有好的牌 因為出了In 出了King 出了女 配上Jet 其實你都不舒服 沒錯呀 不是呀 配上一隻直 不舒服呀 我不覺得是舒服 我反而除了小牌之外 配上一隻直或一隻十就算是這樣的 Emothy 又有牌 你好像你也挺喜歡這副 喜歡呀 這個 的十座席 但是King Loon 又漂亮一點點 Azus 有嗎 T1 Jimmy 又沒怎麼動 我想他見自己的形象都可以 APOY 大了 Under the Gun Open Yin 8 Offsuit 這個Hand Otherwise 我覺得是有點Borderline 但是Jimmy 又有比較Tight的形象 這裏我覺得OK的 Timothy 選擇 Call with 一個很Versetal 很有很多變化 很懂得看Flop的Hand 不用說 加一個很好的Calling Hand 但是King Loon 這裡就 沒辦法了 打Pay Yen 都大呀 他也不想亂來的 4000 這個很合理啦 被人這樣3-bet之後 CALL 了下去 就算他是SQUEEZED 也要FALL 給他 對呀 那你說 Timothy 有牌 在這裏 King Loon 也有牌 可惜沒有Action 哇 原來打得好的 都可以有牌 Azus 即不是PoPoDo Bluff 原來是King Loon 都要有的 其實 Timothy 是不是問King Loon 是不是Azus 然後King Loon 就說 不理他 可能啦 就是啦 比三三漂亮 哈哈 OK 好啊 剛才說起 WSOP China 那這裡呢 六個人 贏了那個 我們就決定 送他去三亞道打 所以都幾好 都是跟騰訊有些少許合作的 就是騰訊的天天德州跟我們合作 他們這幫人就可以 免費地試一試這個機會 這件事都很開心 有PoCat 對啦 6677 6688都被他開過了 Jimmy不Defend 可不可以看看什麼牌 哎呀 開不出來 我想看看他不Defend些什麼 應該都要很難看的牌 首先說騰訊 就是騰訊大家都知道 股票號碼700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心不知道 700 現在去到四百多元 但是我想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東西 其實他們已經在Poker界都搞了好幾年 很多年了 不是搞了四年 不是搞了四年 是第四年 第四年 有這個Tencent Poker Tournament 今年 Tencent Poker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Timothy都很不中 算了 不中給你啦 剛才都說過了 英傑都是瘋王傑 Souter Asus 我想差不多是他要求的下限 中國的比賽 我想很多人未必知道 當然我們在Poker852這個節目都說過 肯定有提過 內地其實都有比賽 他們以一個體育競技來做一個他們的方向去推廣Poker 在他們的語言裏是一個大項目 尤其海南島三亞是國家的一個重點 中國的市點 是中國的國家的市點 就是可以做這些競技 所以其實都搞了很久 不止騰訊這個比賽 還有其他的賽事都會舉行 第一集就結束了 下星期我們繼續看這個六人的C and Go